污染加剧 全球暖化 为了抗议人类发展导致气候变迁 瑞典女学生图恩伯格 去年开始发起未来星期五运动 每个星期五都罢课 前往国会门口静坐 敦促政府着手解决气候问题 这样的举措 除了让图恩伯格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全球各地的青年也纷纷响应 让这个保护环境的运动遍地开花 现在我们就一起尾随镜头 到各国听听孩子们的诉求 我们的年轻人都没有带来到这个疫情 我们只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突然有一个新闻 我们将会活到我们的年轻人 在我們將會有的一種生命 我們的兒育長 和我們的兒育長 和我們的未來的年齡 我們不會抗議 我們不會讓它們來的 所以我們會反對 我們會反對我們想要有的未來 我們會繼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的代表